暗戶 這場呢 我們前面忘記錄影了 沒關係才第二回合好不好 我們昨天在測試陣容 測試什麼 墮落者 戀魔者 然後戰士 聯邦之類三小的 就是要把獵魔者湊出來 然後看獵魔者可以跟誰配 結果 超難湊的 湊出來 能湊得出來啦 但有夠難組 你組出來之前 你前面真的可能就頭破血流了 我最近在試 然後試的好的 我忘記錄影了 幹 試的不好的呢 我有記得錄影 哇 我只幹一次 沒有沒事 這場呢我們玩那個什麼 四杜洛、四鬥法、三半神、三法師、一九尾 這是杜洛、鬥法、半神、法師、流 還是杜洛、鬥法、流 還是杜洛、鬥法、半神、流 好 隨便 我不知道怎麼選擇 因為 這套陣容是因為 我昨天看到一個 有分享一套陣容 就是 四杜洛、四戰、四、二連幫一模組 其實真的 就是他用這套打上S吧 然後我也感覺是真的蠻強的 可是 既然強 有很多人看 最近會有很多人造超 像這場也有人造超 現在這個SP 他就造超 他就造超這一套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直接 組一套可以克制這個陣容 有強的陣容 那當然一定要有克制他的陣容 要不然如果 大家都玩這套就好啦 對不對 要不然這個遊戲 直接變多弄魔法機 雖然真的快變成多弄魔法機了 因為你仔細聽 幾乎大部分強的陣容 都跟墮落者有關 那都跟墮落者有關 那怎麼樣要克制墮落者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是要墮落魔法機就好啦 或是墮落騎就好啦 對不對 然後 墮落者這東西就太強了 他一個羈絆就直接克制了 防禦、血量、模仿、恢復這十個東西 除非你有更高的傷害 把那些墮落者秒掉 好 所以 這場我們就是先玩 墮落鬥法半神法師 九尾 我想要 之後想組一套 就是沒有墮落者 一套可以克制墮落者的方法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那就太過分 那這個遊戲就叫墮落騎就好了 好 我們這邊 我們是墮落鬥法流 那我們現在只有 兩個墮落者 然後 一個蘿兒 欸兩個蘿兒 大家都知道 鬥法其實前期還蠻難組 蠻難組出來一套陣容的 就是 因為鬥法都是圖倫 蘿兒 然後 拉茲跟 金娜 莉莉安馬 可是這五隻基本上 拉茲前期不實用 然後蘿兒 沒有裝備也滑不起來 然後 圖倫也是 沒有裝備滑不起來 然後就那兩隻 也只有 二頭髮 他放進了 你只會40%的魔量 所以基本上 就是一個真的 純後期陣容 通常這種純後期陣容 你前面就會很容易 被打得拖不起來 就像我現在一直連敗 通常連敗的時候 你就要 前面就要靠 杜洛者來撐著 杜洛者首位來撐著 首位回血 杜洛者收百分比 所以前面只靠這樣 通常還是輸 啦 但 就不要輸太多 不要輸太多 就是贏 至少就是這樣 不要輸太多 就是贏 然後 這場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 假如說 後期有人 買獵魔者陣容的話 就是 三隻獵魔者 或兩隻獵魔者的 那三隻我才會換 就是這場 我存了 一個三星哥德爾 跟一個二星大象 我都把它擺左邊 你看那個 最右邊 靠右左右 最右邊 三星哥德爾 跟二星大象 然後 後面再用錢 刷一個伯盾出來 假如說 欸 假如說有獵魔者的話 就把 我們的 鬥法 法師半神流 直接換成 多洛首位 就變成推薦陣容 直接變成首位 留就好 讓首位去 扛傷害 然後讓多洛者慢慢燒 就 獵魔者就沒有效用了 因為獵魔者通常應該還是配 大都應該還是配 射手之類的 射手的話 他們只要沒有拘魂 我們守衛就可以不斷回血 但我們這場沒有用到這個玩法 就是 大家沒有人出 沒有人出獵魔者 大家都是杜弱者 這遊戲 我現在玩到現在 我真的覺得 越來越多人搶杜弱者 煩死了 當初很多人搶太陽 搶 獸人 什麼佩娜 什麼 輔助 現在全部都杜弱者 靠腰勒 好 我也有杜弱者 剛剛說完杜弱者 靠腰 滿好用 這邊 四五個杜弱者 有四五個玩家玩杜弱者了吧 好 我們一樣搶我們的杜弱者 其實我不想用杜弱者 因為太強了 就是 如果真的這個遊戲 杜弱者的天下 是杜弱者的天下 那真的這個遊戲會比傳說對決還無聊 會比 這就是傳說對決靠腰 這會比一般場 經典場或排位賽那種 MOBA遊戲還無聊 因為你開場就是 搶多者 你沒搶到你就輸了 你搶到你就贏了 而且我昨天還在誇獎這個遊戲的 就是 覺得想說 這個遊戲沒有隊友 你正常玩的時候 通常不會被對手氣死 會被隊友氣死 要不然就是 被系統器 系統不給你放技能之類的 然後這個 這個遊戲 雖然我一開始覺得 剛開始改版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遊戲 這個模式很蠢 真的 真的很蠢 因為 它是在遊戲裡面 一個遊戲裡面 再塞另外一個遊戲 那要不要乾脆直接變模擬莊園 直接在裡面塞連看 再塞一些什麼 什麼 踩地雷 再塞一些夾娃娃 三小的 幹 直接變模擬莊園 可是 昨天再想一想 欸其實 不用被隊友跟 系統氣死也是不錯的 然後現在看一看 幹 東西又沒有平衡 你媽的 如果假如說真的沒有什麼 平衡可疑 全部都杜洛者的話 那我 又是 根本爛東西 好那邊 我們有兩套陣容 杜洛首位跟杜洛鬥法 我可以隨時換一下 反正我們哥德爾才行 而且我們哥德爾 我覺得哥德爾其實前期 也是一次不錯的 還蠻好撐過前期的 一隻角色 而且它又沒什麼能搶 因為它的羈絆也沒什麼能用 首位跟 聖土 這兩個羈絆真的 我們沒看過有什麼能用 但首位其實 還是 可以 可以大肚子 然後它很好搶到三星 嗯 沒什麼東西好搶 沒有東西搶的時候 就是拿 滿來神經的 通常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要 刷角色嘛 除非 很缺某隻角色 就是 可能再一次就可以上二星了 我才會 我才會 刷牌 它更努力的刷牌 不然應該 每一場刷一次就好 然後剩下的錢 盡量拿去省的 好 我們這邊 羅惡三星了 其實裡面的戰鬥內容其實裡面很好講 反正最後 最 最後陣容出來的時候 那個戰鬥最精彩 對 不然裡面其他過 前面大概就是用杜洛澤 來扛一下 杜洛澤 來扛一下 後面大概就是 後面湊出來之後 就是 魯米亞殺了下來 然後再給羅惡化起來 後面其實可以把杜洛澤賣掉 因為 後面傷害都是用靠 法師跟豆白打的 我覺得應該再出一個雞飯 就是 克制杜洛澤 例如說 例如說 每秒最多扣5%的血量 然後傷害不高 假設這樣好了 每秒最多只能扣5%的血量 假設你 全部不要往上升 打了一秒鐘 他只能扣5%的血量 他每秒鐘 只能最多扣5% 然後他血量每百% 這樣的話 有這個羈絆的話 或是有這個角色的話 就可以克制 克制杜洛澤 要不然杜洛澤太無敵了 什麼東西 獸人 加最大生命值 還是被杜洛澤克制 然後 發明加加護盾 他扣的是生命 他直接無視護盾 還是被杜洛澤克制 元素加生命值 被杜洛澤克制 欸 我們這邊打到哪裡了 23回合了 應該 快要 快要走出來了 嘖 嘖 我們這邊在8個 然後我們遇到那個什麼 戰士杜洛澤流合 戰士杜洛澤連方了 這邊我們陣容還沒走出來 所以打說是正常的 我不理由欸 我最近才知道 那個什麼 拘魂路他也自帶一層 初階的對話者效果 所以其實有拘魂路的陣容 就算 整體傷害不夠高 還是打得你魔朗 但不要有伯頓就好 不要有伯頓就把他包進去 然後神經病 我昨天就玩一場 就是想組獸人 瘦人安格列流 然後打魔龍的時候 不會 只是打紅buff 媽的 他一直把那個buff包進去 我把他刷小 然後 那時候我還沒抽到拘魂路 我就打不死那些 打不死那些buff 然後他一直包進去 他最後 他 伯頓只包了兩次 他最後一次 就剛好在我倒數那3秒的時候 他最後把他包下去 然後我在那邊發呆 哇操勒 真的很天兵欸 噗咪啊 試炸一下 效果還是不錯 一等一星就炸2萬6 而且還沒有法師羈絆 然後我們一直不斷的確認 到底有沒有裂魔者 有的話 我們就要手速很快 把他全部裝備換下來 真的換下來 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遊戲 他換裝備的 就是 穿裝備這個東西 真的還蠻麻煩的 就是假如說 你像我一樣 準備兩套陣容好了 你要 突然 今天真的有裂魔者好了 我要把所謂放上去 一堆裝備 穿在我的鬥法身上 我要全部都要 慢慢拖下來 一個一個換 這個真的很麻煩 而且通常時間絕對不夠 這20幾秒就會不夠 我們開始贏了 我們開始贏了 久等了 前面輸多少都沒關係 只要還活著一滴血 吃雞也是吃雞好不好 沒有換陣容 我裝備就想那麼久了 那我 我假如還要換陣容的話 遇到被克制 我要換陣容的話 這20幾秒 20幾秒哪過 這30幾秒 這30幾秒也不夠啊 靠腰啊 我這邊應該把金娜放上去的 讓 讓我們的鬥法 法師 完全出來 因為聖毒不重要 聖毒沒有人出發 聖毒沒有人在用 因為我們確定一下 真的沒有人用裂魔者 所以我們就把大家賣了 我們應該把金娜拿上去 可是我們這邊好像還是反悔 這邊 這是個錯誤 我們應該把金娜拿上去的 還沒有金娜 我們就被這個陣容壓制了 他這什麼 墮落戰士 聯邦 魔者 沒有金娜 所以應該要這樣 有金娜 這次鬥法才會有 那換一下陣容 因為 我記得剛剛好像是他們 盧密啊 好像是在 左上脈 把陣容全部移動 移動到左邊 五位台移動到左邊 然後直接開槽往直線 看到盧密 三星星了 耶 最後一秒才刷出三星星了 他剛剛不是打贏我的嗎 他怎麼換一個墮白 怎麼差那麼多 他靠腰 好 就這樣 好 好